中文字幕志愿者 她的肢体语言 准确地说 这是心理应激微反应 你想学 那不如先猜猜 江明月哪句话说谎了 给你个小提示 她的谎话不止一句 有的也并非是全然的假话 而是有所隐瞒 确实如此 当我提到生活中的接触时 江明月的眼睛瞬间睁大了一下 嘴唇小幅都睁开 正是一个惊恐的表情 而她的回答却是很常规的 工作接触和没有矛盾 这很反常 所以 她应该是隐瞒了很重要的信息 没有 我找你要江明月的资料 只是想看看 你们有没有江明月的日常照片 我需要通过照片 来确定江明月五官神态的基性 也就是观察她表情的参考标准 至于定房情况 那是我随口变了骗她 拼不厌仗 只是工作需要而已 我可不是爱说谎的人 那就好 不过你说得对 江明月在定房的事上说谎了 她当时一直在无意识地搓弄手指 可见心中很慌张 可以 稍等 怎么样 你还能想到江明月哪儿说谎了吗 在沈西开出两个秘书的问题上 江明月应该是有所隐瞒的 而且最关键的 在还有谁碰过巧克力这个问题上 她也没说实话 她当时觉察到了我在观察她 所以刻意低头 想掩饰自己的反应 如果我说 你就算全部答对了 我还是不会教你 你会生气 因为我不想你做我的学生 我是卫明大学的特聘教授 学生已经很不悟了 而且 我想在聪慧的女士面前 保持自己的魅力 总要藏一手绝活 你说对了 被看穿了吗 我承认 我确实是在和你开玩笑 微反应 是一门系统的学科 学起来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实践 你有空闲的话 我可以慢慢教你 但今天 还是把策喉的任务 交给我们吧 警方是在今早 七点四十五分接到报警的 当时就要求酒店立刻封锁县城 第一批同事到达现场 是在七点五十五分 现场保存完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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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咱们 这就要看沈夕的身上是否有伤口 在毒发的情况下打醉花瓶 是很容易受伤的 警官 昨晚这个房间是否叫过客房服务 没有 小心 要找收拾玻璃的工具吗 还是我来吧 这么多碎玻璃 很容易伤到你的 抱歉 我 不必客气 我应该的 不必客气 我应该的 这个是 警官 请检查对比一下这片玻璃上的血迹 可以 昨晚这个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沈夕连客房服务还强了 紫水晶的红酒杯 看上去天价就 不仅如此 在西方文化里 紫水晶还是爱情的守护石 象征着爱人间的坦诚 真洁与勇气 不过和酒放到一起 大概只可能与坦诚和勇气有些联系了 说起来 我闲暇时会自己酿红酒 没有兴趣品尝 我会认真准备 静候你的光临 比如 我会妥善准备好品酒的杯子 绝不会像这家酒店一样 把带着水晶的酒杯 端到客人面前 吧台上的其他杯子都十分干净 张有水痕的杯子 只有这一个 难道会是某一位勤劳的客人 在喝过酒之后 自己写了酒杯 天空 真烦 沈夕被发现时 身上穿着什么衣服 是参加宴会的正装 还是浴袍或睡衣 她穿的是出席酒会时的礼服 这就不对了 沈夕倒在床和书桌之间 看上去 像是因身体不适从床上下来走向书桌 而且如果不是累到极致 女士应该不会不卸妆不换衣服 就躺到床上来 礼服可是很怕重 警官 这个房间的连通门可以打开吗 隔壁房间 昨晚是否有人入住 能打开 昨晚在隔壁1817房间入住的人 是那个最近非常火的明星 丽周 丽周 沈夕是怎么知道隔壁有人 而且还一定会帮她呢 嗯 沈夕会倒在这里 如果不是从床上下来 那就只能是敲过连通门了 不 我想沈夕很有可能认识隔壁的客人 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行动顺序 写遍迁是沈夕做的最后一件事 她敲门在这之前 这就说明 她在还有能力求救时 首先选择了她隔壁的人 足以看出 对方是她十分信任的人 是的 想要证实这个推测的话 就要请物证科的警官 对这扇门做痕迹检验了 也许会有 是的 想要证实这个推测的话 就要请物证科的警官 对这扇门做痕迹检验了 也许会有线索 我对立周了解不多 只听说她这两年 开的电影电视剧 人气都很高 如果是在我的研究中心 绝不会出这样的事 保护病人的隐私 是心理医生 最基本的职业道理 我可不认为男人的魅力 一直体现在脸上 气质与谈吐更重要 是沈希的手机 只有沈希的指纹 但如果有人拿走了 沈希的手机 并在沈希身亡后 又清理了指纹 还了回来 那手机上 就只能留下沈希的指纹了 看颜色 像是巧克力 是巧克力 初步判断 与陆景和赠送的那盒巧克力 成分相同 这道痕迹 是从左上滑到右下的 怎么看都不像是 沈希自己留下的 与聪明人交谈 就是很轻松 但即便不考虑痕迹的方向 这个手机也很可疑 如果沈希失去意识前 真的有手机在身边 那他为什么不用手机求救我 而且 沈希要留下他认电的凶手的信息 为什么不用手机 挣扎着从书桌上扯下便切写字 可比解锁屏幕输入路字 费力其多了 除非 除非 有什么发现吗 没错 罗曼尼康地 是国根地产区的顶级红酒水银 怎么 这个套房的酒吧里 有罗曼尼康地 有梦幻之酒美称的罗曼尼康地 出现在这里 大约是假的 没准只是写在酒水淡沙护沫人的 不过严谨起见 还是叫值班经理来问问比较好 值班经理正在接受警方的询问 你们需要稍等一会儿 警官 警方调查过17和18楼的楼道监控吗 昨晚沈西和江明月回房后 是否还出入过各自的房间 当然调查过 监控写示 昨晚21点沈西与江明月回房后 他们的房门外都没人走动 丽州隔壁的1816房间 昨晚23点有客人入住 除此之外 直到今天早上7点20分 丽州退房离开酒店 1818和1817房间附近 没人走动 1817只是个普通标节 江明月这个秘书住很正常 可换了一个当红明星柱 就有点朴素了 警官 1818和1817之间 那扇连通门的钥匙在哪儿 这个 我们之前并未往这个方向调查 我猜 丽州入住时 应该向前台索要的连通门钥匙吧 是的 丽州一直持有连通门钥匙 直到今早退房 连通门钥匙的答案 呼之运出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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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